本讲我们来学习一下系统提速之最佳性能和碎片整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佳性能 事实上呢 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温期速度慢 那么有可能你的电脑配置并不是很高 但是你又追求了最佳的视觉效果 所以就会影响性能 那么如果我们电脑配置并不是很高 我们完全可以呢 降低视觉效果 然后呢 让它性能最佳 方法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打开开始中的控制面板 找到系统和安全 找到系统 然后呢 单击高级系统设置 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性能 视觉效果 单击设置 在这里呢 我们现在所有的视觉效果都已经添加了 我们完全可以调整为最佳性能 单击确认 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视觉看到可能不太好 但是它的速度肯定是变快了 这是一个内容 除此之外呢 还有碎片整理 我们经常的安装程序 卸载程序 或者删除软件 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大量的文件碎片 影响 硬盘的读取速度 我们完全可以呢 进行碎片整理 打开计算机 找到盘幅 点右键 点属性 点工具 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有个立即进行碎片整理 单击之后 它会让我们选择磁盘 现在我这个虚拟机只有C盘 然后呢 它也没有碎片 那么如果有碎片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单击 让它对碎片进行整理 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电脑速度运行更快 好 本讲我们就学习了一下两个系统提速的方法 一个是关闭视觉效果 再一个是定期的碎片整理